葉文輝 葉文輝今天回新城電台做節目 由於新城資訊台執行總監程海恩 以及曾到新城出席節目的 鄧達志確診新冠肺炎 另外一名員工亦初步確診 啤梨今天都戴手套做足防疫措施 擔不擔心 至於我回到電台裡面 會不會很憂慮 其實就不會 反而電台是很乾淨 因為我們有同事確診之後 公司馬上去消毒 而不止一次做足消毒措施 所以我回到公司裡面覺得 空氣很清新 啤梨說公司採取分流制 這天他回公司 而拍檔斯文就在家直播 啤梨上星期一直在家直播 他說感覺很輕鬆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怕狗狗會肥 我的狗每次我開麥克風的時候 因為我做Live 牠肥肥要拿東西吃 我說給牠 又拿的? 給牠又拿的? 就是吃了一頓蒲菲 所以牠現在很聰明 一知道我 好像個人很緊張 拿著電話的時候 牠就知道可以問我拿東西吃 這段時間留在家裡 那些啤梨都擅用時間上網看片學習 我連換那個刺板我都學了 有一次我刺板那邊爛了 怎麼搞呢 一向我們都是比刺人搞 反正都是不如試試學 什麼都可以學